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影片 大家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第一班線上中標知識課程馬上就開班了 大家在下面的連結了解詳情 立即報名 根據裏面的指示報名 希望在班上可以見到大家 今天介紹這個加工裝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一個高級、有質素和漂亮的機身 必不可少的部分就叫做導角 導角究竟是什麼呢? 導角其實是一個打磨、加工裝飾的工藝 去除一些零件的表面 和側面加匯儲的材料 我們看看下面一張圖 例如左手邊第一張圖 你看到一些機身的機板坑 中間這個部分正常應該是一個直角的位置 但大家看上去是有一些斜角的 這是一個高級制標機身的必不可少工藝 做了這個導角之後 形成了一個斜角 形成了一個斜角之後 再在這個表面上做一個拋光的動作 而這個斜角的要求 都是要呈四十五導角 所以有時候很多你看坊間 有不同的品牌 他會做一些透視底 做一些流胸的機身也好 你想看他漂亮不漂亮呢? 你看他一些機身的邊間 這些邊邊的位置 他有沒有做導角呢? 你就知道這個機身究竟漂亮不漂亮 我們再來看看中間那張圖 擺輪維斯的位置 那條橋上面 你看他也有做到很亮的 很明顯是在邊間之中 是斜了下去 再做一個拋光亮 看上去是很亮的 我們再看看 右手邊 這個是AP的一個自動擺陀 你看他的自動擺陀 是做了一個透視色 做了一些加工裝飾 你看他的邊欄 都是有做導角的工藝 甚至乎如果看得細緻一點的朋友 留意下下方 AP英文的這個字體 他的字體的通心 裡面都有做導角的 是細緻到這樣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 為何一個牌子都是這樣 為何有些牌子可以賣很便宜 有些可以賣很貴呢 這些機身加工裝飾的細節位 其實就是露出了這些端藝 為何有一個品牌價值 再來就是一些制標工藝 這些機身這些細節位 就是制標工藝 它的價值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導角 這個加工裝飾的工藝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以後去鑑上機身的時候 就懂得看 不要看到透視 因為很漂亮 我們看看他有沒有做導角 都是其中一個指標 有做導角的話 那個機身是相對漂亮很多 因為他要用的功夫 師傅用的工藝 都會多很多 這個影片介紹到這裡 再提提大家 鍵入下面的連結 了解詳情 立刻報名 報名參加我的線上中標知識課程 希望在班上可以再見到大家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